来源 翻开历史和现实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你们认识齐奥塞斯库这个人物吗 我估计年轻人肯定不太认识 但是岁数大一点的人肯定都认识 这哥们当年和我们的关系还不错 和我们隔壁曹县的关系也不错 应该算什么朋友来着 齐奥塞斯库当年是罗马尼亚的领导 是罗马尼亚的超级领导 他不光自己领导罗马尼亚 而且他们家几乎所有人都是罗马尼亚的领导 例如他著名的妻子就是罗马尼亚的二号人物 好像他们家的一条狗都获得了上校的职务 当年在罗马尼亚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 请大家注意这仅仅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话说在当时的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很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 其中一名男士回头看到他身后排队的人不是别人 居然正是著名的齐奥塞斯库 齐奥塞斯库看到这名男士吃惊的样子说道 既然大家都要出国的话 那么我也走了 该名男士立即对齐奥塞斯库说道 既然你要是走的话 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出国 没有必要走了 这个笑话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那就是齐奥塞斯库当年在罗马尼亚 好像很不受到欢迎 甚至可以说被很多人讨厌和厌恶 齐奥塞斯库的最终结局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那就是他们夫妇被彻底打成了马蜂窝 最后我想说三句话 第一句有时候想想挺没意思的 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第二句人类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 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习到 哪怕一点点经验和教训 第三句我就不说了 还是留给大家说吧 我相信你继续地打水一场空 二点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